緬甸軍方星期四表示,一艘海軍船隻發現了 據說是星期三失蹤的一架軍機上遇難乘客的十具遺體和一些飛機殘骸 這架軍機上當時載有122個人 一位發言人表示,這些遺體包括六名成人和四名小孩 在距離緬甸南部城市浪漓大約35公里的水域 還發現了行李、救生衣的碎片以及一隻飛機輪胎 星期四,九艘海軍船隻和一些飛機以及直升機被派遣搜索 這架中國製造的運8200F飛機 這架飛機是在去年3月份購買的 緬甸軍方表示,飛機飛行時間為809個小時 實時飛機當時運載大多數都是軍人家屬 飛機從緬甸東南部的丹魯士起飛 途經安達萬海,飛往緬甸最大城市陽光 飛機去鎮 飛機 飛機 地